当MBA传奇人物奥尼尔碰上十张最强丛林打野王 会想出什么样的金星火花呢 官粉们欢迎来到两个逗逼的丛林求生之路 一辆老吊渣的火车完缓驶来 奥尼尔手持重型武器四处观察 时不时上下跳动不时练起夹子 难道这也是要跟贝爷约架吗 太嚣张地放出狠话 希望贝爷给他整虫子打餐 希望把蟒蛇缠在自己的脖子上 还希望喝到贝爷的尿尿 接着就对着这车外 虽然我没法翻译这句 按他的话就是告诉荒原百里的野兽知道 大鲨鱼真的要来了 赶紧回家好好待着别出来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真一喊差点我手中的鸡腿拿不稳了 花粉们 你猜这一大鲨鱼能扛过贝爷的几个回合呢 贝爷还是那老掉牙的出手方式 飞机上贝爷同样放出狠话 这一次他要让奥尼尔知道 在丛林里谁才是真正的打野王 为了这一次挑战 奥尼尔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双烤箱专用手套是他的秘密武器 他的双手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次挑战可不能让那双大鸡爪子有什么闪失 贝爷坐火车顶接到奥尼尔 上到飞机的大鲨鱼感觉很刺激 他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越狱的逃犯 而贝爷就是来接用自己的好兄弟 贝爷心想待会让你感受一下社会的独当 丛林里长满了树木 飞机无法着陆 贝爷打算找个湖直接跳下去算了 奥尼尔一脸懵逼 脸上也没了笑容 就他那体重砸起水里 一个贝爷怕是拎不起来的 在吊水之前要把靴子脱掉 贝爷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把靴子给脱下来 奥尼尔在一旁发出唧唧唧的拐枪声 来到目的地上空 两人一起跳进了湖里 震水花就连跳水炸鱼队都直呼内耗 比奥尼尔为中心的五米 周围的湖水全都变得浑浊了起来 上岸以后 听听奥尼尔是这么说的 贝爷马上开始清点物资装备 拿起鞋子 看看这笔粒 再看看这袜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刮解的丝袜呢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挑战正式开始 奥尼尔一路脾心斩截 神当砍神 博当沙佛 这让他感觉重回了赛场 谁敢挡路就一屁股坐死他 贝爷不敢小出声 生怕这条大鲨鱼饿了 没忍住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峭壁 奥尼尔一脸懵憋 看着血压的高度 他直接惊呆了 奥尼尔找了个理由 说自己肩膀是有救伤 建议绕路走 于是贝爷给他找了一个最轻松的方式 就是从最陡的地方爬上去 贝爷还说 攀岩靠腿又不是靠肩膀 所以这坡度 就算是脱臼了你都能爬上去 卧槽 草率了 早说腿脱臼了多好 贝爷让他用发射枪发射抓钩 奥尼尔心想 这不是手刀亲来的事吗 可结果 诶 姿势很漂亮 但是也是一个完美的三步毡 贝爷让他站在身后 当自己的后盾 奥尼尔保障绝对盯得死死的 贝爷瞄着一炮 抓钩精准勾住 贝爷先是打头阵 陪奥尼尔做示范 接着奥尼尔又找理由 说自己恐高 建议贝爷叫直升机来拉他上去 刚踏出第一步 没想到就打滑了 在贝爷的鼓励下 奥尼尔还是艰难的爬了上去 过程中他一路给给给的叫个不停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最终他还是艰难的爬了上去 看着满头大汗的大鲨鱼 贝爷摸着头也松了口 通过这次叛言 奥尼尔严重怀疑 他这烤箱手套的作用 前一秒还是秘密武器 下一秒就用树叶给埋了 还不忘记给手套坟墓立个杯 烤箱手套到死都没有想到 他这辈子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经过短暂的信息 两人继续赶路 丢弃了微波炉手套 奥尼尔又给自己整了一个打野棍 很快贝爷发现 今天的晚餐 看样子是什么动物的拍盘 贝爷很兴奋 奥尼尔很无语 当听到这是今晚的晚餐以后 奥尼尔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贝爷叫他割下一部分今晚炖汤 奥尼尔看着很难顶 可那双颤抖的双手已经出卖了他 再看看他那表情 估计拿刀捅贝爷的心都有了 食物有了贝爷打算安营扎寨生火干饭 两人来到一片空地 周围堆积了大量的树叶 这可是天然的庇护所 贝爷让奥尼尔坐在地上 然后用树叶把它一层一层的包裹住 此时的奥尼尔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 接着贝爷抓起一把 直接扔在他脑上 好了 这下不仅仅强圣诞树了 看起来更像一个伪装的特种兵了 贝爷解析道 这样盖座能够防水保暖 还能够防熊防狼 今晚没有帐篷就这么睡吧 这下好了 我想奥尼尔想吃贝爷的心都有了 当贝爷想把它弄出来时 奥尼尔拒绝了 哦 家伙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事变了呢 贝爷找来一块扁平的岩石 两人开始生火做饭 奥尼尔用打火石点火 咔嚓几下终于成功了 贝爷从背包里掏出了新鲜的胎盘 奥尼尔在旁边道 你这家伙不用洗的吗 贝爷脸不屑的说道 你懂个锤子 这才是大自然的味道 眼看打不过大个子 象征性的洗了一下 看看奥尼尔的表情 再看看这胎盘的奏性 贝爷把胎盘放在石板上烤 纯天然的石板烧 美味的食材就在上面滋滋作响 奥尼尔听着 他的胃已经开始翻滚 贝爷把胎盘煎至两面金黄 奥尼尔说 这像是在煎牛排 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呢 不久以后 胎盘石板烧终于出炉了 就这坨黑不溜秋的东西 贝爷撕下一块直接塞进了嘴里 嗯 这个味道 牛肉味 嘎巴脆 奥尼尔心态乐祸地表示 要是待会贝爷存戏了 又直播给瓜粉们看 等到奥尼尔了 他接过烤胎盘 接着他的小手一挥 视野摄影师转过镜头 接着就到旁边一吐 结果贝爷又递了一块给他 他先是假装放进嘴里 随后趁贝爷不注意 一把就往身后扔了 掉头就威胁摄影师 不准说出去 这段晚饭 贝爷把背包里的物资 掉起来挂在树上 防止黑熊晚上过来偷家 面晚来临 奥尼尔在身边 贝爷睡得很踏实 随后奥尼尔从屁股后面 逃出了一根狼牙 周围时不时的 还听到野狼的呼唤 第二天 从树叶中冒出一个脑袋 他终于睡醒了 看样子 昨晚睡得还不错 看着惊心小伙的样子 起床以后的奥尼尔 别误会 这只是通知周围的野兽 赶紧撤离 收拾好装备 继续上路 两人很快要来到了一处悬崖 预测这个高度 大概有30米 就这高度 对于眼前这个大个子来说 要被他扣下几十个篮 还要困难 贝爷在上面拉着他 奥尼尔开始慢慢往下爬 还没走几步 哎 接着 贝爷赶紧下去查看 还好人没事 只是摔到了屁股 为了安全考虑 奥尼尔沿着树木爬下去 贝爷在上面拉着绳子 果然方法不错 奥尼尔想两下子 就到了地面 还跟贝爷开了玩笑 等到贝爷了 奥尼尔紧抱树木 打算支撑贝爷 老贝直接沿着绳子就爬了下来 三两下子就跨在了奥尼尔的脖子上 两人深情的拥抱在一起 这一期节目又撮合了一对积了 继续往前走 终于走出了丛林 来到了路边 奥尼尔对着马路 就是深情一晚 哦 家伙 还有真是好 最终两人搭着路过的货车 结束了这次挑战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吧